2023越南最新犯罪动作电影 怒斩狂飙 它来了 电影打斗场面惊险刺激 剧情跌宕起伏 不到最后永远也猜不到结局 故事从一艘小渔船开始 这个名叫阿碧的女孩 绅士凄惨 从小居无定所 只能跟着妈妈在渔船上生活 为了养活阿碧 妈妈不惜出卖身体症前 阿碧从小生活的水深火热 妈妈本想让她去好好上学 可惜家中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直到她16岁这年 一切都变了 这天妈妈的老主顾又来到渔船 但妈妈外出未归 男人看到美貌的阿碧 顿时色心大起 不顾阿碧的反抗 强行将她占有 等妈妈回来 恰巧看到这一幕 两人随机撕打在一起 男人一把推开妈妈 结果刚好撞到铁钉 阿碧一时失去了理智 用匕首活活刺刺了男人 随后又放了一把火 烧毁了渔船 这个她生活16年的地方 阿碧现如今无家可归 只能一路流浪 平时以乞讨为生 还时不时偷钱生活 只要被人发现 就是一顿毒打 这天阿碧又被三个混混找茬 她根本无力反抗 眼看就要被墙上 然而一个女子突然出手 三圈两脚就打跑了混混 女子名叫林怡 她看阿碧实在可怜 就好心收留了她 先带着她到饭店饱餐一顿 随后将其带回住处 阿碧这才发现 在她之前 林怡已经收留了两人 分别是小红和小青 三人的遭遇一样悲惨 小红小青都是被林怡从妓院救出的 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小红性行热情 先是帮阿碧清洗身体 又耐心地给她挑选衣服 深夜时分 阿碧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想努力忘记网着的悲惨 次日 林怡开始训练阿碧 她告诉阿碧 想要不被人欺负 就必须比别人更强大 刚开始的阿碧十分弱小 小青一脚就能把她打倒 然而阿碧始终不肯放弃 居然靠着顽强的意志 与小青打成了平手 林怡看到这一幕十分满意 小青也从心底里接纳了阿碧 林怡告诉阿碧 他们之前之所以过得如此悲惨 都是因为本地的黑帮 而其中的头目名叫丧坤 她简直是无恶不作 杀人越货都是常事 为了挣钱 她无所不用其极 面粉妓院赌场 背后都有丧坤的影子 除了她以外 丧坤还有三个得力手下 掌管妓院生意的刀疤 负责面粉销售的阿龙 以及金牌打手黄毛 而这些生意中 最惨无人道的当属妓院 那些姑娘只要敢反抗 下场会相当凄惨 所以林怡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将这个犯罪团伙 彻底铲除 到了当天晚上 小青主动跟阿碧谈话 两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林怡的监护下 三人开始严格的训练 从暗器到各种长端武器 这天训练的间隙 阿碧在墙洞中 发现一株野出局 小红告诉她 野出局象征着坚韧 恰逐他们三人一样 随着野出局的逐渐长大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他们的战斗力 已经非比寻常 终于迎来了 他们的第一次任务 桑昆手下 新来了一个制毒师 有了他的加入 面粉生意 势必会更加猖獗 三人奉命 将其干掉 在他们精密的配合下 任务顺利完成 然而 桑昆并未因此收手 反而更加猖獗 林怡在黑帮中 安插有卧底 根据她提供的消息 有一批女孩 被绑架到港口 准备由刀疤亲自验货 然后根据容貌分等级 再决定是否迈出 林怡让三人行动 务必要救出女孩 就在一个人渣 要欺负女孩时 小青及时出手 三拳干掉了人渣 最后他们分头行动 小红营救人质 小青对付守卫 阿比则潜入面粉工厂破坏 然而 她刚来到门外 就被人发现 阿比上前动手 结果动静过大 屋内之人纷纷出门 阿比单枪匹马闯入其中 没想到刀疤居然就在此处 阿比虽然身手灵活 可毕竟战斗经验不足 很快就落入下风 刀疤与手下联手锁住阿比 眼看就要动手 幸好小青及时赶到 阿比趁机反抗 一刀解决了刀疤 另一边的小红 也成功解救人质 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礼物 随着一声爆炸 三人痛快地离开此地 当他们开心地回到家里时 阿比却显得有些不对劲 虽然不是第一次杀人 但他仍然出现了应激反应 顿时跑到卫生间狂吐不止 小青赶来安慰 然而却被陷入癫狂的阿比攻击 两人相互纠缠 小青趁机打开花洒 冰冷的水 瞬间让阿比清醒过来 随后蜷缩在小青的怀中哭泣 恰逢小红的生日 众人给他庆生 顺带庆祝这次行动的圆满完成 小红许下愿望 希望他们永远是一家人 在这样欢乐的氛围下 阿比那封锁的内心也有了动摇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阳台之上 林依跟着面馆老板交谈 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行动 其料阿龙就在旁边 原来他就是林依的卧底 阿龙建议放缓行动 刀疤一死 丧昆必然会加强警戒 此时小红来送茶 三人立刻终止谈话 小红静止找上阿龙 原来他们早已互相爱慕 两人激情一夜后 阿龙答应小红 等他们干掉丧昆后 他就跟小红结婚 退出江湖 时间来到深夜 阿比在阳台跟小青聊天 此时他才说出实情 原来当他亲手杀掉到巴时 内心并未感到害怕 反而有些兴奋 阿比担心 自己沉溺这种兴奋 无法自拔 小青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会永远在他身边 三人相视一笑 开始抱在一起 喝酒唱歌 阿比终于彻底融入这个集体 很快又有了新的行动 林依决定直接刺杀丧昆 他知道丧昆最大的弱点 就是好色 于是让三人乔装成舞女 丧昆果然上当了 面对美貌的阿比 他差点就要当场动手 可随即就跟身边的手下阿龙交谈 居然提到了林依 阿比这才知道 林依的家人都是死在丧昆手下 原来他的目的并不单纯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干掉丧昆 丧昆很快按捺不住 直接带着阿比和小红回房 阿比掏出匕首偷袭 不料却被丧昆挡下 丧昆反手将其按在床上 小红趁机从背后偷袭 却被一张打飞 丧昆眼看情况不妙 迅速逃离现场 两人起身追赶 然而却被众多手下团团围住 他们并肩作战 打得手下七零八落 可惜还是双拳难低四手 小红不慎被手下锁住 黄毛趁机上前 一刀刺住他的心脏 看着同伴倒在眼前 阿比愤怒的就要冲上去 眼看他也要惨遭毒手 幸好小青及时赶来 阿龙也来到现场 小红临终前 还握着他的裤腿 爱人惨死在眼前 阿龙却只能强忍悲痛 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人世 面对敌人的层层围堵 小青只能带着阿比暂时撤退 可黄毛没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立刻派出手下追击 走廊只剩下阿龙一人 他看着小红的尸体 肆意垂打着墙壁 发泄愤怒 而阿比和小青这边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手 两人最终还是逃离了追捕 等他们回到家中 阿比直接开始质问林怡 训练他们是不是为了复仇 得知小红已经牺牲 林怡索性告诉他们真相 自己的确是因为家人被杀 才走上了这条道路 阿比愤怒地离开 他看着房间内的陈设 脑海中不断想起小红的身影 他再也不想留在这个伤心之地 与小青道别后便准备离开 谁知他刚走到楼下 就发现面馆老板被杀了 他刚察觉一丝不对 就被林怡拽进小巷 林怡向他解释 自己虽然是因为私心报仇 才收留了三人 可丧昆这颗社会独留不除 不知道会有多少女孩受害 说着话还解决掉两个杀手 阿比想起了惨死的小红 为了给他报仇 阿比答应了林怡 暂时跟他合作 只要干掉丧昆就立刻分道扬镳 林怡孤注一掷 拿出积蓄买了三把手枪 阿比将内珠也出局 移栽到花盆 希望小红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意 整理好一切装备 三人即刻出发 与此同时 丧昆也让黄毛带人出发 准备突袭林怡的老巢 却不料 林怡三人竟敢展开反击 三人冲住丧昆总部 随着枪声的不断响起 他们宛如战神一般 杀得手下片甲不留 另一边的林怡 则走后门闯入 将一干手下打倒后 却被人从背后突袭倒地 丧昆从监控看到后 顿时一阵得意 而阿比和小青正向着他杀来 丧昆派出全部手下 势必要将他们干掉 面对来势汹汹的手下 两人并肩作战 然而 阿比却被人从背后突袭 差点晕了过去 小青担心阿比的安危 不由地愤了心 也被一刀砍在后背 阿比突然清醒 持刀大开杀戒 解决掉了全部的手下 此时 丧昆的身边只剩下一个手下 还是个隐君子 为了对付阿比 他直接给手下扎了两针 手下立刻亢奋起来 此时的他宛如丧尸 抽出针筒 不断挥舞 一时间竟逼得阿比无法近身 甚至变得力大无穷 差点刺中阿比 幸好阿比及时反击 最终一脚将其踢死 就在他们打斗之时 外出的黄毛终于赶回 然而 却被阿龙劫住去路 面对这个杀死爱人小红的凶手 阿龙终于不再伪装 他与黄毛展开对战 在阿龙充满恨意的拳头下 黄毛根本不是对手 被阿龙一拳拳活活揍死 他终于给小红报了仇 阿龙来到监控室 这里仅丧昆一人 丧昆愤怒不已 掏枪就要动手 然而 林仪居然出现 两枪废了他手脚 原来 之前林仪被偷袭 不过是他跟阿龙做的假象 丧昆愤怒地对着阿龙大喊 然而 下一秒 林仪就打死了阿龙 在场中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林仪之所以要杀阿龙 仅仅是因为 丧昆杀他家人时 阿龙没有制止 面对这个已经封魔的女人 丧昆只能跪地求饶 可惜并没有效果 林仪还是一枪带走了他 直到现在 林仪才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他干掉丧昆 不仅是要报仇 更是要接手他的地盘 成为老大 阿龙不想再继续跟着他 就想要带着小青离开 其料 林仪居然扔下一把枪 让小青干掉阿龙 林仪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但阿龙是他最好的朋友 小青思虑再三 最终拿起了手枪 就在他调转枪头时 却被林仪一枪打死 阿龙彻底崩溃 两个朋友接连惨死 他愤怒地冲向林仪 借助灵巧的身法 躲避子弹 没了子弹的林仪 与他近身搏斗 阿碧的功夫 毕竟失诚于林仪 战斗下来根本不是对手 林仪捡起另一把枪 眼看就要解决掉阿碧 然而 阿碧紧紧跟他贴身 最终掉转枪口 在林仪的腹部连开竖枪 林仪还是撑不住倒地 而阿碧也因为伤势过重晕倒 等警察赶到此地 只发现一地尸体 唯一活着的阿碧被关注监狱 15年后 他终于出狱 看着他犀利的眼神 是否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呢 这部电影 由吴清云自导自演 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反派角色 影片画面视觉冲击力十足 血脉喷张的动作场景 让人瞬间肾上腺素飙升 欲把不能 全篇霓虹灯般的浓郁色调 更是大胆张狂 拥有艺术质感 极具风格化